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书学有用 今天要看文化自由班这道题 那这是一个将军一马的变形题 从A走到B 中间要经过一个固定宽度的和 那和呢 当然也是只能搭这个垂直于和面的 那接着呢 我们就想问这里呢 怎样会最短 对于这种问题 关键就是要把它转成直线 那如何处理掉这个5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平移 平移过去之后呢 接下来这两段 其实呢就可以把它转换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今天A到B最短 我们可以先把B往上移5格 看着B撇到A什么时候最短 这时候AB 纵向坐标插10 横向坐标插10 所以整个呢 就是10根号2 那接着呢 这段再加回来就是5 因此答案就是10根号2加5 所以关键就是利用平移 将这个折线转成直线 跟之前将军一码 利用对称 其实有点类似哦 那然后再次看看B 这个折线转成直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